见到第一仙 第3397章 晚了 营地中 气氛沉闷 愁云惨淡 从异域天族大军入侵至今的这些年里 整个众玄道须已经快要彻底沦陷 而刚结束的这一场持续半年的残酷大战 更是让众玄道须阵营这边伤亡惨重 近三百位来自各大道统的道祖几乎全部阵亡 隐士山那边有整整七位隐士者丧命 除此 还有一批强者被活情 沦为异域天族的俘虏 下场要么是叛变 要么生不如死 这一战 异域天族那边同样付出沉重的代价 伤亡几乎和命运彼岸阵营持平 可没有人高兴得起来 因为这一战中 一些始祖级巨头 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三清关的三位鼻祖 佛门始祖 儒家始祖等一批最顶级的战力 几乎都负伤很重 若一旦再上演一场类似的大战 我们这边怕是注定守不住了 陈朴眉梢间竟是阴霾 这位隐士山的陈匹夫 在之前那一场残酷大战中 道区都被打崩 元气大伤 老子也没想到 那突离的手段竟然如此厉害 大意了 第一是心魔躺在那 头枕双臂 翘着二郎腿 仪态背揽 吊耳郎当 可他眉头却紧紧皱着 异域天族那边 有一个宛如少年模样的僧人 被彼岸阵营这边称作无名僧 这僧人来历神秘 交手这么久 也没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来头 可彼岸阵营这边的强者 都已领教过这僧人的厉害 在他坐镇之下 异域天族大军的攻势 愈发凶猛凌厉 步步紧逼 带给彼岸阵营这边极大的压力 连一些影视者和始祖级巨头 都曾在这吴明僧手底下 吃过大亏 像陈仆 之前就差点被吴明僧打崩到区 当时 若非第一式心魔关键时刻出手 陈仆极可能就遭难了 古怪的是 每当第一式心魔要去收拾那吴明僧时 后者就主动退避 消失不见 根本不给第一式心魔任何出手的机会 能让第一式心魔都抓不住一丝机会 由此也可以看出 那吴明僧何等厉害 异域天族那边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 每一个战力皆很恐怖 冷不丁地 一直在沉默打坐疗伤的小老爷开口 那些明显是异域天族的援军 实力一个比一个强大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驻守在这前线战场的彼岸强者 注定会彻底溃败 到那时 纵使我们拼命 怕也难以改变什么 一番话 让陈仆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起来 一旦守不住 众玄道虚必将彻底沦陷 分布在众玄道虚中的亿万万生灵 怕事都难逃一劫 到那时 世间注定将生灵涂炭 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而一旦众玄道虚沦陷 异域天族 便能以三大道虚为据点 长驱直入 杀上命运长河 放心 有我在 起码能再为彼岸阵营 争取一些事件 第一是新模糊的养身做起 目光看着小老爷 训斥道 另外 不允许你小清欢再胡来 老子的转世之身 还为觉醒本尊的道业力量 你怎能把命丢在这里 陈璞也连连点头 在之前那场大战中 小老爷杀敌最多 可负伤也最重 好几次命悬一线 最终哪怕活着从战场返回 可小老爷那一身伤势之惨重 以伤及性命本源 小老爷面无表情到你一个心魔 可没有资格命令我做什么 第一是心魔罕见的没有动怒 只说道 是啊 我只是一个心魔 战死此地又何妨 可你若死在这 苏役怎么办 小老爷皱了皱眉 只说道三清关 佛门 魔门 儒家 兵家 还有影视山上那些老东西 都还没退 我作为建地城的人 断也不会退了 你 第一是心魔器的直瞪眼 眼见两者就要争执 臣仆连忙劝解 有话好好说 都什么时候了 两位就不必争了 性情一向温和如愈的小老爷 却显露出从未有过的固执 沉默不语 第一是心魔长叹一声 以首服额 他妈的 连老子自己的配件都造反了 传出去 非被人笑话死不可 远处一道身影 飘然而来 是沟臣老君 他抵达后 就直接表露来意 影视山和那些始祖巨头势力 进行了一场商议 决定安排一批受伤严重的道友 提前从前线撤离 沟臣老君说着 目光一扫众人 建地城这边 若要选择撤离 我相信 也没人会反对 小老爷眼神冷立 我建地城建 休死都不怕 还在意这些 沟臣老君知道误会 欠然道 倒有别多想 诸位这一段时间的战功 人尽皆知 诸位在此战中遭受的伤势 也有目共睹 这等时候 诸位选择撤离 便是那些仇视 建地城的老家伙 都不会说什么 沟臣老君的态度 某种程度上 也能代表 影视山的一部分态度 这段时间里 小老爷也好 大老爷的心魔也罢 在战场中的战绩 简直可以用 正式骇俗形容 甚至不夸张地说 正是两者出手 多次改变了 战场上的局势 说一句 鞠躬至伪也不为过 这等时候 或许一些老家伙 依旧把建地城 恨到骨子里 可却不敢对 建地城立下的战功 有任何非议 小清欢 走吧 建地城有我 够了 第一室心魔起身 神色从未有过的平静 浑身再不见 那吊锒铛的坐牌 小老爷皱眉 他正欲说什么 远处苍茫的天地间 呼地响起一阵 急促尖锐的鸣笛声 随即 一阵震天动地的号角声 肋骨声 也轰然响起 一下子 第一室心魔 小老爷 陈仆 和沟臣老君的脸色 奇奇一变 声音来自前线战场 意味着 才刚结束了一场 持续半年之久的血腥大战后 异域天族阵营马不停蹄 又将掀起新的一轮冲锋 那些异族砸碎疯了吗 之前才收缩阵容 从战场退回其营地 怎么又来送死 陈仆杀气腾腾 或许是他们又到了一批外援 小老爷神色空前凝重 这一刻 命运彼岸阵营这边都被惊动 陆续有身影冲销而起 尹士山的一批尹士者 以及以三清官 魔门 儒家 法家 佛门等势力 为首的始祖及势力的强者 皆清朝而出 远远的 已经能够看到 在那前线战场中 有密密麻麻的异域天族大军出现 像潮水般朝这边杀来 其中一些气息之恐怖 哪怕相隔极为遥远 依旧带给人极大的压力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该死 这次出现的那一批大敌 起码有五十人都是 从不曾出现过的陌生仇敌 有人惊怒 仅仅从气息中 就辨认出 这次异域天族那边 来了一批战力恐怖的外援 这还怎么打 有人声音苦涩 之前在结束那一场 持续半年的大战后 已经让彼岸阵营这边 斗志动摇 一个个心情沉重 全都判断出 仅凭他们这些老家伙的力量 已很难再支撑多久 故而 都已提前进行商议 决定安排那些负伤严重的强者 立刻从前线撤离 可谁曾想 敌人却一反常态 在此刻掀起了新一轮的进攻 一下子 便是彼岸阵营那些领袖级人物 心中也沉重无比 意识到接下来这一场恶战 极可能将分出真正的成败 而他们的胜算 很渺茫 一旦撑不住 敌人大军便将顺势而下 攻陷重玄道须 把彼岸三大道须 完全掌控 诸位 可愿随我一起去杀个痛快 末地 有人大叫 决意赴死而战 好 那就去走一走 算我一个 很快 一道道身影掠出 杀向前线战场 不管来自哪个势力 也不管彼此之间 是否存在深仇大恨 在面对异域天族的侵犯时 所有人都选择了出击 义无反顾 哪怕身负重伤之辈 也毅然踏上征途 你觉得 我还有撤离的理由吗 小老爷纵身而起 浑身溅气汹涌 神色决然 谁都可以退 唯独剑地城的剑修 不能退 第一是心魔眯了眯眼眸 长叹了一声 不再说什么 臣仆和沟臣老君相视而笑 也选择出击 今日此殿 老子豁出性命 也要把那兔鲤里揪出来不可 第一是心魔难难 眼神深处 汹涌着骇人的杀鸡 谁都清楚 今日一战 关乎整个天下的成败 而第一是心魔 其实早预感到这一天会来临 只是没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 快到他都不禁担忧 如今 身在命和起源的苏毅 是否站稳脚步 但 他已顾不得这些 哼 第一是心魔长身而起 毫不掩饰地显现出自己那一身惊天动地的恐怖威压 一下子 那前线战场 不知多少大敌被惊动 未知侧目 纷纷将神石笼罩过来 异域天族阵营那边 一个容貌 如少年般的灰衣僧人 微微抬头 同样看到了第一是心魔显露出的恐怖剑威 整个彼岸阵营中 这一道剑威实在太过强盛和恐怖 凌驾他人之上 以至于格外显眼 见此 少年僧人神色不卑不喜 只轻声说了一句 晚了 见到第一线 第3398章 心魔赴死 在彼岸阵营那边 称呼少年僧人为无名僧 不知其来历 而在异域天族这边 也只有一小撮最顶级的老古董 知晓一些少年僧人的根底 其他绝大多数人 同样不清楚少年僧人的来历 少年僧人 自称是行走在各个混沌机缘中的一个苦行僧 禅明一世 终不过秋 井蛙关天 只亏一脚 少年僧人感觉自己像一只蝉 也像一只井底蛙 眼界太窄 故而此生唯一红愿 就是走遍各个混沌 把大道都看在眼底 如今 他已走过十八个混沌纪元 故而 他自称生来只有十八岁 一个混沌是一年 不过 在异域天族这边 没人敢把少年僧人 视作苦行僧对待 因为少年僧人 时常会带着一只蝉出现 故而皆尊称其为蝉族 蝉 蝉也 对此 少年僧人并不在意 苦行僧也好 蝉族也罢 称谓而已 前线战场上 一场即将决定两大阵营成败的大战 已拉开帷幕 即将上演 穿着一袭灰色僧衣的少年僧人 尽精力在那 没有动 他也已等待这一天很久 待这一战结束 他自会横跨命运长河 前往命河起源之地 去见一位转世重修的剑客 顺便练掉这个混沌纪元的一切 他们叫我蝉族 倒也不错 少年僧人呼得低头 看向掌尖 他的掌心纹路 就像一道道时空沟壑 其中爬着一只灰扑扑的蝉 没人知道 这只蝉曾修三世法 在命运长河上 被换作三世佛 更没人知道 这只蝉是少年僧人 在很久以前 留在这个混沌纪元的一个后手 可惜 这只蝉终究还是输了 死在那个剑客的转世之身手中 以少年僧人的手段 自然可以把这只蝉救活 但 如今已没必要 哄 前线战场 大战终于上演 战鼓雷动 鸣笛奸笑 苍茫的号角声 激荡在九天十地 一个个宛如传说般的恐怖存在 施展无上大神通 横冲战场 掀起的力量洪流 把时空碾碎 整个前线战场 直似化作混沌 动荡崩坏 秩序瓦解 万道崩俗 那样的景象 足可让世间盗足挡寒 而对这些年 一直在这里厮杀征战的强者而言 却以习之以偿 其中一道剑光 最射人心魄 冲在最前线 剑风所指 天塌地线 时空如纸湖 一往无前 刹那间而已 剑光之下 就已掀起腥风血雨 多个异域天族的大人物命丧当场 这一道剑光 太过犀利和霸道 势不可当 长驱直入 像一道尖锥般 在异域天族大军中 撕裂出一个巨大的窝口 那灵力无匹的风采 引起战场许多惊慕的大叫声 也让彼岸阵营那边 一个个心潮起伏 谁能不知 那是剑地城大老爷的心魔 心魔由如此 最巅峰时的大老爷 又该有何等厉害 有人暗自感慨 那些和剑地城水火不容的始祖级存在 则都很沉默 没什么好说的 哪怕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在战场上 他们和剑地城的人 就是同一阵营的同道 这点大意和格局 谁都不缺 事实上 早在前些年的时候 三清鼻祖就曾一起下令 无论是谁 但凡赴前线战场杀敌者 皆为同道 当时 还有人专门谈起剑地城 问剑地城算不算同道 三清鼻祖 给予明确的答复 算 这就是大意 在战场上联手杀敌 并不妨碍自己阵营的强者之间 彼此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可很快 所有人都发现 随着大老爷心魔深处敌人大军 却被一群敌人围住了 那些敌人 面孔皆很陌生 战力 则一个比一个恐怖 一起联手之下 一举抵挡住大老爷心魔的攻势 让其身陷敌人大军腹地 一世无法脱困 不知多少人变色 陈仆 勾臣老君 更是带领一批影视者 第一时间杀过去 要进行援救 彼岸阳阵营的其他强者 也都拼尽全力 牵制战场上的其他大敌 小老爷见此 直敏了敏纯 没有说什么 他看出 那心魔的确不打算活了 要深入敌人腹地 以性命为代价 玩一出大的 原本 小老爷该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 只要那心魔死了 苏毅就能顺利地继承 大老爷所留的盗业力量 可也不知为何 此时此刻 看着在敌人大军中 纵见杀伐的那个心魔 小老爷却一点 也高兴不起来 甚至 心中有些堵得慌 轰隆 大战愈发激烈血腥 第一是心魔 显露出超乎想象的战力 在身陷围困之际 陆续被他 剑斩多个大敌 并且 再次朝敌人大军 更深处杀去 俨然一副 要杀穿整个战场 杀到异域天族 后方营地中的架势 虽是大道之敌 可不得不说 大老爷的心魔 也不曾弱了 建帝城的风骨和气节 太清鼻祖叹了一声 欲清鼻祖声音低沉 他一个人纵使赴死 恐怕也改变不了整个局势 今日我等要挡住那些大敌 希望终究不多 上清鼻祖沉默不语 不止他们 尹氏山和各大始祖 及道统的强大存在 都早已发现 这次异域天族那边 出动的力量远超过往 哪怕拼命 都没多少 希望能挡住对方攻势 这等情况下 大老爷心魔 却一人一剑 杀尽敌人大军身处 谁能不明白 他要做什么 赴死 以性命为代价 杀到倒下为止 清朝之下 岂有顽卵 一起上 的确 建帝城表现得太耀眼 让我等颜面往哪里搁 也让那些大敌见识见识 我等得气焰 好 战场中 战况空前惨烈 那些影视者 那些始祖级巨头 那些曾在彼岸 被列为传说般的旷世存在 全都在拼命出手 哪怕身上早已负伤惨重之辈 游自在冲杀 在征战 不曾想过退缩 大势之下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不怕死 就能改变必败的结果 少年僧人微微摇头 轻声道 不必再遮掩 你们一起上吧 让这个混沌纪元的老家伙们体会一下 何谓绝望 声音还在回荡 前线战场中 一下子多出足足上百道 恐怖无边的气息 其中一半都杀向第一式星魔 另外一半则杀向其他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彼岸阵营这边的所有人 都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中 没人能想到 异域天族那边 竟还有如此多恐怖的援兵 而从此刻起 局势也开始一边倒 彼岸阵营这边 节节溃败 不少负伤惨重的大人物 都已丧命战场 尸骨无存 一些更被活情拘禁 沦为俘虏 而最危险的 莫过于第一式星魔那边 敌人不止树木庞大 且一个比一个战力恐怖 布设了天罗地网 专门针对他一人 狗日的秃驴 你可真看得起老子啊 第一式星魔楠楠 他的身影已负伤累累 因为是星魔肢体 身影都变得模糊许多 但他却根本不在乎 他一边厮杀 一边眺望四周 试图发现 那个灰衣僧人的踪迹 拼命不是玩命 既然要死 第一式星魔 当然希望拉那个灰衣僧人垫背 可惜 他最终也没发现对方 罢了 老子就毁了这此地 杀光此地所有人 起码也要为我那转世之身 再争取一些时间来 第一式星魔忽得 面露灿烂的笑容 心中却莫名地有些怀念 当年陪伴在苏毅身边的日子 那可真叫一个舒服惬意啊 可惜 却再见不到自己的转世之身了 实属有些让人遗憾 但 不碍事 以后 他觉醒前世道业时 自然也会明白 我这个星魔所选的道徒 也不差的 这一瞬 第一式星魔周身燃烧起来 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波动 舒尔坚扩散到整个前线战场 异域天族那边的强者皆变色 伯父的星魔 陈仆心中悲痛 预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了 勾成老君暗叹 满脸赶伤 小老爷握紧手中道剑 一咬牙 不顾一切地朝第一室心魔那边冲去 尹氏山和那些始祖及势力的强者 一个个也都心绪复杂 当年剑地城的大老爷没了 如今大老爷的心魔也终究要从世间消失了吗 这本该让人开怀的 毕竟曾是大道之敌 曾结下不死不休之仇 曾斗了不知多漫长的岁月 可却没人能开怀 剑客的心魔只要死了 事情就变得容易许多了 少年僧人眼神成澈 静静看着这一切 可就在这一瞬 一股令整个前线战场都为之颤抖的无上见威 呼地出现 像遮天蔽日的风暴 才刚出现 就让那正在激烈厮杀战斗的双方强者 全都被惊到 毛骨悚然 灰衣僧人一正 豁然抬眼望向远处 那澄澈的眼眸深处 破天荒地浮现出一抹惊恶 而战场中 第一式心魔身上 那宛如燃烧的气息 呼得被压制住 这是哪个狗日的 好恐怖的剑位 嗯 不对 第一式心魔大惊 下意识叫出声 可声音却戛然而止 他的眼睛一下瞪大 明白过来